高三大校慶活動 學生們坐在草地上 仔細看完全沒有遮陽閃 被大太陽直晒熱翻了 参加校慶被太陽晒個半死 學生也抱怨 校方為了把場面做大 不到救濟礦客 上廁所還要嚴格管制 校慶曬太陽高三大發聲明 學生可以依規定請假 不得撐傘 則是避免誤傷周遭同學 上廁所看證件 則是為了管控人流和安全 會把學生意見匯集監討 同樣管理已發爭議的 還有這間明星國小 小五生參加露營活動 擺POSE拍照活力十足 但家長控訴 孩子遭到教官體罰下跪 高雄這間明星國小 3月20 21號 總共346位小五生 到祈山參加露營活動 21號早上 幾名小五生5點多 提早起床 嬉笑打鬧 教官突然情緒失控 爆出口 還連作罰 一口氣叫上百名學生 通通下跪一分鐘 學生當場嚇壞 家長吃刀後也氣炸了 承辦的旅行生業者 90度鞠躬道歉 如此荒唐 而且非常離譜的行徑 是一個自己個人的情緒管控事 可能有涉及兒哨的案件 我們立即依規定進行兒哨的通報 下方表示會對學童全面心理輔導 只是孩子開開心心參加露營 卻被集體體罰下跪 還被隱瞞好幾天 下方緊急發通知 召集家長開會 討論後續賠償 以及改善方法 介紹網站王書宏 高雄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 小 小 小